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节目开始带您去吃火锅 看好屏东的消费市场 日本酸酸锅 酸奶叶 进入了屏东太平洋百货的饿馆 吃到饱的消费模式 提供精选肉品 以及20多种的新鲜蔬菜 搭配上奶香 起司酱 以及荆棘酱等多种的特制酱料 吃起来清爽清淡 要让消费者品尝到 食物真实的原味 各式肉盘以及新鲜食书摆满桌 顾客等不及要胃薄五脏庙 赶紧将食材下锅 日式酸酸锅 酸奶叶来屏东展店 吸引消费者上门尝鲜 吃起来比较清爽 它蔬菜种类蛮多的 肉的品质也蛮好的 蘸酱 蘸酱就有别一般 就好像一种酸酸的味道 就吃起来 蘸起来比较清爽一点 肉那口感还不错 然后跟咖喱饭 因为大家都说它好吃 所以来吃吃看这样子 酸奶叶不同于台式火锅 提供碗类 角类等加工食品 而是以冷藏水物开放式 新鲜野菜农员吧台 供应叶菜类 根筋类 菇类等20多种的蔬菜 要让顾客吃得健康 是知识火锅吃到饱部分 那我们跟一般的火锅 比较不一样 我们的蘸酱是强调 比较日式的风格 有比较特殊的酱料 比如说胡麻酱 或是奶香酱的部分 那我们自助吧的部分 比较没有像外面看到 有什么加工的丸子之类的 那主要的话是强调 我们每天现切的新鲜蔬菜 他们每天的肉品 都是直接用现切的部分 来提供给顾客的 肉类则精选新鲜国产猪肉 牛奥牛肉 以及美国安格斯牛肉 并且推出优质国产蔬康鸡 现切供应 搭配日式胡麻酱 金桔酱 奶香起司酱等特质蘸酱 口味上变化多 肉吃再多也不腻口 它的肉很新鲜 不是组合肉 然后菜的话也很干净 食材也很新鲜 对啊 它的蔬菜种类就很多样 对 汤头的话 它的原本的汤底 那个昆布的汤底 我觉得也就是很清淡 不会太过浓郁 酸奶叶选用日本昆布 熬制日式柴鱼昆布高汤 作为固定汤底 另有河风鱼界豚骨 养生枸杞 日式松露风味等汤底 可供多元选择 电材日式风格设计 优雅的木质餐桌 搭配以夜为元素的装潢 以及和谐的日式色调 营造悠闲舒适的用餐环境 感觉上就很整洁这样子啊 然后大家感觉服务态度还不错啊 吃到饱的消费模式 搭配有咖喱饭 乌龙面以及甜品 饮料冰沙等沙拉吧 顾客直说CP值高 爱吃火锅的民众 又多了个尝鲜新选择 评论新闻 蔡立淮阳正义 采访报道 好 这家吃到饱的火锅呢 还有沙拉吧 消费者是很推荐 他们的咖喱饭还有甜点哦 若您也想去品尝的话 可别错过 继续镜头来到里港乡 这里有一间价格亲民的 锅烧专卖店 业者推出了数十种 异国口味的汤头 以及六种面体 提供顾客选择 日式结合工业风格的装潢设计 营造出悠闲的用餐氛围 吸引的民众一试陈竹谷 有着满满配料的锅烧面 在火炉上热情地滚动着 香气肆意令人垂涎欲低 才一上桌 顾客就等不及大快朵鱼 那个面很Q 吃起来这样还蛮不错的滑嫩 这家位于离港三公所旁的润锅烧 摆脱锅烧面单调口味的吃法 推出数十种不同风味的锅烧面 又让民众吃到多元的异国口味 法式奶香的部分 我们是用比较西式一点 法式一点的一个口味下去做 就会使用了很多的洋葱跟奶油 等等下去熬这个汤 这个酱 然后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奶香味很够 因为拉萨有一点点微辣 其实拉萨它就是 有一点吃起来有点像咖喱 但它又不像咖喱那么浓郁的口味 对那它的汤头是比较清淡一点 所以我觉得喜欢吃咖喱 又喜欢有一点点辣辣 喜欢吃一点点辣辣的人 可以吃哪一个 它就是有一个难养的风味 店里的每位工作人员 都拥有丰富的餐饮经验 因为爱吃面 所以共同经营这家 有别于传统的锅烧专卖店 每天花上四个钟头的时间 熬煮各种口味的汤头 甚至不惜成本 挑选最好的面条 才买最新鲜的食材 像是菜类啊 海鲜类啊 都是我们每天限量 都是很新鲜的一个食材 下去做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特约的一些菜商啊 帮我们挑选一些 比较漂亮新鲜的蔬菜 我们帮我们把关这样 我们在抓面体的店家 差不多15间下去挑选的 因为是一直试 试了蛮多种的面体 有时候那阵子的吃到有点胖 因为口味选择多元 价格平时 生活顾客支持 已在上门光顾 用餐时间店内经常是座无休息 业者说生育最好的时候 一天可以卖出近400万 汤头还蛮轻的 招牌原味的 好吃啊 口味蛮多的 那面体都原则上都很好 大概每个星期都会来吃 店内还根据季节的不同 推出各式鲜料小菜 美芝南瓜 凉拌黄瓜吃起来非常爽口 业者用心打造日式结合工业风格的用餐环境 空间明亮舒适还有冷气 吃锅烧面不必担心满身汗 如果你也爱吃锅烧面 来到离港时可以来试试 评中新闻 施星亭 杨正义采访报导 哇我也超爱吃锅烧面的 离港的这家专卖店呢 除了有各种口味的锅烧面之外 用餐环境也深受顾客的好评 有到离港的话 可以来试试 好接着我们到常治吧 这里有一家客家古早味的面店 虽然店面樸实不怎么起眼 但是店家的面食 却可以紧紧抓住饕客的味蕾 业者呢 是使用这个含米量比较高的客家面条 并且把油葱酥还有猪油 做了比例的调整 使得这频繁的面食吃起来 不但不油腻 更让民众吃出记忆中的传统客家味 工作人员将工作台的帘子 卷起准备开始营业 这将位于长治乡的古仓浩克面店 是网友强烈推荐相当具有客家古早味 业者说好吃的秘诀就在油葱酥及面条的选择 我们的油跟油葱是分离的 现在人都不吃太油腻 那我们传统的客家面食 它是由猪油加油跟油葱是和在一起 一般人的观念就是会觉得说好油腻哦 所以我们都是油分开 包括面条的食材的来源啊 面条板条我们是采用我们客家的这个板条 万卵板条 还有我们的米苔木 也是属于我们客家的米苔木 汉米的量比较多 一碗客家古早面 是业者小时候对阿婆料理的怀念 为了找寻熟悉的味道 自学料理的他只能不断地尝试 除了试味道还要寻找面条的来源 食材的来源 在这个过程中 有时候一天自己每天吃个一二十碗面 一直试不对 再试不对 继续试 那试到觉得感觉好像似乎可以好 开始营业 那营业的过程中 当然有些客人 他们会给一些意见 那我们就是从这些意见中 再继续再做一个调整 客家面泡板 搬上香气十足的油葱酥 吃起来滑顺Q弹 而古早味猪油拌拌 以及阿婆瘦肉汤 也是店内人气商品 吸引许多饕客慕名而来 很好吃 说这 什么东西都好吃 我第一次来吃 口感很好 太Q 就看到网FB的报导 慕名而来 阿婆瘦肉汤 还有两个干面细的 还有一些小菜 感觉不错吃啊 业者因缘忌讳 回到故乡经营面店 除了让自己 有落叶归根的安心感 也希望借着面店 让来到常治的民众 都能吃到 道地的客家古早味 屏东新闻 施心亭 杨正义采访报导 面食很多民众喜爱 不过也有民众偏爱轻食 而这股风潮呢 是吹进了屏东市 在林森路上 有一家沙拉青石专卖店 业者每天亲自到市场 采买新鲜的当令蔬果 再搭配上火腿鸡肉等肉类 推出不同口味的生菜沙拉 以及六种酱料 口感清爽 没有负担 让喜欢青石的民众 一再上门购买 餐盒装满色彩鲜艳的蔬果 鼠泥 水煮淡 及肉类 这盒看起来清爽 吃起来有饱作感的沙拉 受到喜欢健康 迪卡的青石主义酒清赖 就很清脆 很清爽 然后那个食材也蛮新鲜的 大概一个星期会买个三四次吧 对 吃的频率蛮高的 他们的生菜沙是很清爽的 然后生菜很新鲜 不然人家一直一吃 然后再吃 不会腻 对 里面的食材都是当令的 所以我只要经过 有时间我就停下来 这家位于屏东市临森路的 不只是沙拉 店内的餐点所使用的蔬果 是业者每天清晨六点半出门 到多个菜市场 亲自挑选最新鲜的当令食材 为的就是让客人吃得到新鲜 像是美生菜的部分 对 那 那以及红萝卜马铃薯 在我们咖喱饭里面一定都会用到 那红萝卜的部分 我们沙拉里面也会使用到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挑上等的红萝卜 那为什么要挑上等的呢 因为我们的红萝卜 几乎就是皮削一削 然后不会再经过任何额外的加工熟利 对 那就切一切 就可以直接在沙拉里面做摆盘 所以它一定要最新鲜的食材 店内的沙拉除了新鲜 还提供六种酱料 让顾客依照喜好选择 另外业者也推出大众喜爱的咖喱饭 炖饭 几锅烧面 还有时下最夯的生酮饮食 很多客人都在吃生酮饮食 或者是DGI的健康食材的部分 对 那我们就依照他们的需求 然后开发了迷迭香煎鸡腿排的这个部分 业者之前并没有餐饮经验 因为爱吃沙拉 便自己开始经营沙拉专卖店 对于食材选择的用心 让顾客不但吃得到新鲜 还可以摄取每日所需要的蔬菜量 想要吃的健康的亲食主义者 不只是沙拉 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屏东新闻 施心亭 杨正义 采访报导 而喜欢吃甜食的民众 绝对不会错过的就是波斯顿派了 带您去屏东市的火车站附近 这里有一家以波斯顿派文明的烘焙店 推出了市面上比较少见的这个红豆口味 采用的是万丹的蜜红豆混合甜额不腻的奶油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在烤好的戚风蛋糕上抹上一层鲜奶油 再铺一层蜜红豆 接着再抹一层鲜奶油 盖上蛋糕 撒上糖粉装饰 一个波士顿派就完成了 虽然没有浮夸的造型 但这种以最单纯食材制成的蛋糕 深受许多消费者喜爱 蛋糕的部分就是吃起来很松软 然后很绵密 然后就不会让你吃起来有那种油腻的口感之类的 屏东车站附近这家烘焙蛋糕店 推出多种口味的波士顿派 蛋糕香气四溢 口感松软 却又厚实富有弹性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然而好吃的秘诀 除了蛋糕体本身 厚厚的内馅也是关键 我们的波士顿派呢 我们是用万丹的牛奶下去制作成的 那我们吃起来的口感比较的 跟外面不一样比较扎实 我们是比较松软一点的口感 那我们在采用我们自己做的 的内馅也有红豆的也有芋头 那也有蓝莓口味 那比较热卖的当然是芋头口味这样 那我们现在目前也有推出水果口味 业者推出多种馅料 让消费者变换口味 其中以红豆口味和芋头口味最受欢迎 芋头是特选高频地区 质地松软 香气独特的芋头 搭配鲜奶油 滋味令人回味无穷 而红豆是选用万丹优质红豆 粒粒分明 咬下去后 口感确实松软无比 混合甜而不腻的奶油 吃起来特别有层次感 好吃 不会很甜 那它的红豆很扎实 那里面的奶油很绵密 甜度上面都蛮会调味的 可以让人家一口接一口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波士顿派的红豆 是还蛮好吃的 因为它的红豆也是来自于万丹 然后那个店家也是很用心 然后都现场 就是客人需要的话都现做 所以它很浓郁 吃起来也是那个入口即化之类的 除了波士顿派 店家也可以客制化蛋糕 每个蛋糕都为顾客量身定做 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因为现在小孩生的比较少 然后所以妈妈都会准备一份 每到生日的时候都会 比较给小宝贝 或者给她一些惊喜 所以她会客制化一些 她想要的造型蛋糕 有些妈妈她还会拿一些 小朋友的照片 叫我们帮她手绘一下 呈现出蛋糕的精致这样 无论是造型吸睛的卡通蛋糕 或是有着樸实外表 丰富内线的波士顿派 这家店贴出的蛋糕 能让顾客满足视觉及味觉享受 让许多消费者收入口袋名单 若您也是甜点爱好者 或许可以品尝看看 评论新闻 吃完了甜点 好像要来上一杯冰冰凉凉的饮料 才是过瘾了 接下来要带您到平科大 这个校园内的第一餐厅 有一家手作黑糖饮料店 每天是坚持手炒黑糖珍珠 让黑糖珍珠壮奶 成为店内的招牌饮料 而特殊的珍珠口感 成为学生口碑推荐 来到平科大一定不能错过 业者李怡璇将维温的珍珠摇入杯中 再根据比例倒入黑糖及奶茶 这杯招牌黑糖珍珠壮奶 是位于校区内第一餐厅 妮妮的店里的人气饮料 让平科大学生口耳相传 珍珠口感有别于外面的珍珠奶茶 让已经毕业的学生 还会特地回到学校 来喝上这一杯难忘的好滋味 就是我本身很喜欢喝鲜奶茶 天气非常热 然后就想到去年这里有开了一间 珍珠鲜奶茶店 所以就特地回来喝 在学校会很多同学都会说 你的店很好喝 珍珠很Q 然后也没有说很 就是没有说太甜 然后我就觉得 我觉得跟外面卖的不太一样 李怡璇拥有创意设计的学习背景 培养她开发创意的精神 因为本身也喜欢吃美食 经常与朋友研发各种美食料理 在因缘忌讳之下 对调制饮料产生兴趣 经过找寻原物料 及不断尝试调配饮品比例 不惜成本 使用最好的物料 研发出口味独特的黑糖珍珠壮奶 我们的珍珠 其实每天一定是坚持手炒 而且它非常费工费时 就是要一个半钟头才会出炉 那我们的黑糖完全是采用台湾最顶级的黑糖 新竹的宝山黑糖 我们要开店之前就有吃过很多种黑糖 那真的是发现烤山的品质非常地好 所以不惜成本 李怡璇说手炒黑糖珍珠 口活相当重要 水与黑糖的比例也不能含糊 如果想要喝到黑糖珍珠壮奶的独特口味 在喝之前千万整杯也要晃 我们珍珠其实它的特色 做壮奶的特色 其实就是它热热的时候 它是非常软嫩 但是它遇到冰的时候 它就会回弹回Q 那所以我们就是做壮奶的特别的喝法 就是一定要趁着它还热热的时候 先不要急着去摇晃它 愿意摇晃它 它就会立刻冷却了 所以我们就是先喝还热热的珍珠 然后会一同吸到冰冰凉凉的奶茶 或是鲜奶 对 然后再用吸管去搅拌它 它就会再喝到第二种口感 就是会珍珠回Q的口感 除了黑糖珍珠壮奶 雪芙手炒黑糖珍珠厚片 也是店内人气很夯的餐店 欢迎民众来到平科大时 也能尝尝黑糖珍珠壮奶 具有层次的独特口感 屏东新闻 施心亭 杨振义采访报道 天气炎热吃上冰凉的饮品 可以说是生活上的小确幸 竹田就有一家这个知名的酱油厂 把黄豆研磨制成豆浆冰淇淋 再加上自己生产的量造酱油 和天然的豆瓣酱 甜甜又咸咸的原料激荡出特殊的风味 一推出大货好评 不少外地民众就专程慕名而来 就是为了一尝就会让人惊艳的好味道 很新奇 还不错 我们就是慕名而来 很好吃 会不会很充足 不会 到底是什么东西有这种魔力 吸引一群外地留客真香品尝 现场每一位民众手上一支冰淇淋 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 就知道它绝对很特别 我们一开始就是先打豆浆请客人喝 然后夏天就是到了豆浆就是比较容易患 然后后来就想说那不然我们来做豆浆冰淇淋好了 卖了之后就是口 就是风平都不错 还蛮多客人喜欢 因为我们的冰不会很甜 我们没有另外加什么糖之类的 然后就是上班上久了 就好说有卖酱有酱料啊 就把它加在冰上面吃吃看好了 结果一吃之后就发现 其实还蛮搭的 就是没有什么违和感 记者实地体验这另一类的冰淇淋 还真的没有违和感 纯黄豆所制成的豆浆冰淇淋 原本就香醇滑嫩 搭配天然酿造的酱油和豆瓣酱 吃起来咸甜中更剩一般市售的口味 玷污许多在场民众的印象 直呼还真不错 吃起来的味道怎么样 不错啊 吃起来的味道是呢 有一点酱油的味道 都还好吃 很特别的味道 味道怎么样 赞 怎么做 嗯 没有一番风味 因为它是豆奶制作 然后加了豆瓣酱 又加一片酱油 吃起来有一种初恋的滋味 竹田酱油脖所产制的酱油 都是以天然手工酿造的干醇好油 甚至还荣获AA亚太吴天家 美食认证的殊荣 这次搭配冰淇淋所激荡出的好滋味 更是让许多人惊艳 延年夏日吃上这口味独特的冰淇淋 绝对会让您回味再三 屏东新闻刘建龙 杨振义 长官报道 屏东美食真的很有在地特色 看完了我们的节目介绍 有机会到乡镇去走走的话 别忘了去品尝看看 和相关的店家资讯 可以上到YouTube 来搜寻屏东美食APP查询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了 祝您天天都开心 平安又顺利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